要活得精彩 就要學多一點 自在人生大學堂 陳美芝 開始新一集自在人生大學堂 今集我身邊繼續有感染及傳染科專科醫生 曾祈恩醫生 你好 我們今日討論真菌的傳染病 當然有很多種類 但我們先討論這一種 前陣子就在新聞上見過這個名字 就是耳臉珠菌 我很記得報紙去年年尾 看到兩名男士在醫院感染了耳臉珠菌 當時我就覺得好像怪怪的 究竟耳臉珠菌和耳臉珠菌不同 耳臉珠菌很多時候是女士感染的 為何會是兩個男士感染了 當時看到新聞說 可能在外地傳入醫院病房也會大消毒 就是知道這麼多 交給曾醫生詳細說 對 其實耳臉珠菌也是屬於耳臉珠菌的一種 其實耳臉珠菌最初發現是在日本 2009年的時候 其實在外國間都看到這些個案出現 為何特別要提到耳臉珠菌呢 因為耳臉珠菌通常會停留在一個環境一段時間 以及很難用普通的消毒液去消滅 第二件事就是耳臉珠菌 很多時候都對我們現在時下用的抗爭菌藥 都是會有若干程度的抗藥性 譬如我們說有些叫佛康座的抗爭菌藥 或者是一些叫兩性分素B的抗爭菌藥 都是會有抗藥性的 如果真的這麼不幸 有一個病者感染了這種耳臉珠菌的時候 變成可以有的打藥去醫治病人相對地少 另外一件事就是臨床上 在實驗室很多時候我們都用現有的測試標準 不是那麼容易分辨得到耳臉珠菌和非耳臉珠菌的類別品種 是那麼容易分辨得到的 所以在診斷方面其實我們都要很小心 所以直至去年我們才在本地有這些個案 所以我自己覺得終於都殺到埋身了 終於都會在香港出現了 其實在過去我們有這些病人 都是一些他曾幾何時在外地住過院 譬如他在其他國家他們住過醫院 住醫院的時間又破長 譬如去過心肢治療部等等 或者就是他本身的免疫系統都有問題 譬如他可能有器官移植過 或者是有血癌 或者是有慢性的疾病 譬如我們所說的糖尿病 或者是洗腎的人士 這些其實全部是相對地一些風險因素 有些人士他們可能長期都會有一些 譬如導管插入了他的身體 方便他去用藥 譬如我所說的就是洗血的人士 譬如我長期都要擺住一個尿管的病人 譬如我們有些人士 他是有前些腺肥帶 他因為排小便方面有困難 他又有一條尿管幫助排便宜 如果是這樣的情況下 相對地容易吸引到一些念珠菌類別 無論是以念珠菌 或者是非以念珠菌的真菌 都容易在病人身上出現 如果有以念珠菌的病人感染了 是會有什麼病徵呢 是否致命呢 很多時候他一旦感染了以念珠菌 其實死亡的風險是相對地高的 因為剛才我說的就是 第一 診斷是用我們時下的一些檢測標準 不是那麼容易識別得到的 我們要用一些特別的檢測儀器 量度他的蛋白質的光譜 第二件事就是 這種的以念珠菌 他剛才我說的就是 對我們現在時下用的抗爭菌藥 很多時候都會有一些抗弱性 我舉個例子 譬如我們說一些 Azo group的抗爭菌藥 有九成可能是有抗弱性的 譬如我們說一些 Azo group的抗爭菌藥是五成 Canin growth可能是三成 所以在用藥方面 我們選擇不多 當你不能夠用到一些有效的抗爭菌藥 病者的死亡風險是相對地高 因為我們未必有很有把握 可以治療病人 由於抗爭性的問題 但你病人如果感染了這些以念珠菌 是怎樣發現的呢 他是會哪裏不舒服的呢 很多時候就是 你未必會那麼容易察覺得到 他本身可能最先是一個 帶有這些真菌的帶菌者 沒有病徵可言 但問題是當他身上 有這些以念珠菌共存的時候 其實他的風險因素已經提高了 萬一他是 譬如我剛才說 你有皮膚破損 你本身你的抵抗力又不好 或者再弱了的時候 或者他本身有長期臥床 要在醫院逗留很長的時間 或者甚至乎 我剛才說 你有很多的療管 導管 是插入在他身體 變成你 停留在你身上的以念珠菌 有機會進入到你身體內 無論是肺部 血液 甚至乎傷口等等 其實都可以 一進入到你身體內 不是停留在你的皮膚表面 你的風險因素已經大很多 很吻合 之前那兩個個案 都是住醫院的時候感染了 你又說 其實抗藥性比較強 那是不是要找到一種藥 也要花點時間 那就會長一點才治療得好 第一件事 剛才我所說 就是檢測的方法 跟我們普通的檢測方法有不同 你要用多些時間去檢測 究竟他剩下什麼藥可以用 去有效地幫助病人 這部分是需要時間的 所以在臨床上 你未必可以很及時 下對抗生素 抗生素 抗生菌藥 在這樣的情況下 病人的情況會不會轉差呢 在這段時間 絕對有這樣的機會 所以為什麼 外國的文獻說 萬一有病者感染了異念株菌 他的死亡率可以高達三至六成 所以大家真的要很小心 尤其是一些經常要進出醫院 或者他本身身體也有很多病痛 抵抗力差的人士 腎病的人 被療科的人士 或者有癌症的人士 其實都要多加留意 這個叫做耳念株菌 在念株菌前面加耳朵的耳字 但是如果說回念株菌 都是一種真菌傳染病 也不容易處理 其實念株菌是否都是一個籠統 是否也是分很多種 沒錯 念株菌的英文是Candida Candida infection 其實Candida這個大家庭裡 還有細分很多種 我舉個例子 我們常見聽到的 Candida albicans 另外有些叫Candida tropicalis Candida glabata Candida等等等等 很多種 很難記 所以如果大家還不太清楚 究竟是甚麼一回事 其實有時可能大家 尤其是女性 可能會印象深刻些 或者新同感受些 很多時候會見到 譬如下陰 會有些分泌液 是白色的 那些其實就是念株菌 有時我們都會聽到 一些女性說 她經期前後 可能會發現 念株菌白大比較多 那就很常見 對 其實有時我們會見到 有些女性會有這樣的投訴 或者是這樣的不舒服 但你說是否所有女性都 是否有經期前後 都會有念株菌 那又不是的 那是很害怕的 其實我想都是很看回 人士的個人衛生問題 譬如我們舉個例子 譬如女性 她經常用的護墊 她用的換墊是被迫著她 因為其實念株菌 都是一些真菌 真菌很喜歡在暖暖濕濕的環境下滋生 如果你譬如女性 她不是經常去換她的護墊 她有機會 可能會相對地高風險 另一個 夏天 我記得聽過一些 苦科醫生說 女士不要常常穿緊身牛仔褲 又或者冬天比較厚的褲 都有機會是貼的 那些貼的 就越有機會留著菌 其實都是正如我剛才說的原理 真菌或者念珠菌 它很喜歡在濕和暖的地方 配合的環境下她會生長 所以變成如果一些女性 譬如我舉個例子 譬如參加完瑜伽 或者去完健身 她沒有立即去洗澡 沒有洗澡 立即離開了 直到回家 期間可能又有朋友去吃東西 又去看電影 逛街等等 這些情況下 當你做完運動之後 你又沒有洗澡 又熱又有汗 尤其是夏天 你就很容易會出現我剛才那件事 有時候未必只是在你的陰道下體 會出現 其實同樣地就會在你的腹部溝 那些位置 都很容易引致到有念珠菌的感染 那會怎樣 發炎損傷 它可能就會 未必是念珠菌 可能相關的一些皮膚的症 可能會在那些地方出現 所以奉勸各位 譬如你做完運動的話 可以儘快衝一下下身 抹乾 還要抹乾 抹乾的情況下 然後才穿你的新淨 乾淨的內衣服 譬如那一陣子不方便的女性 你如果要用護墊 我想第一 你要真的挑選一些 可能比較不要太焗的 第二樣東西 適合自己的尺寸 也不需要包含得很厲害 第三 最重要的是勤悶 千萬不要因為掛著工作 就忘記了 所以這些情況下 我自己覺得也是很重要 其實這個情況 有些女士 她們會覺得很困擾 可能反覆這樣翻法 可能會有些發炎 不舒服 可能她偶爾有一陣子又會發作 你剛才所說 勤勤換護墊 又或者內褲的清潔很重要 又或者勤勤換那一批內褲 之類 她是不是也要做很多這些事情 去防止她再發作 其實如果你發覺 你整個都很容易有 唸豬菌的感染 無論你是小便也好 尿液樣本也好 或者下身分泌也好 你其實真的要看一看 你個人衛生的情況 有沒有什麼地方 你可以再更改或者改變 剛才阿祖英你所說的 就是你的內衣褲 是不是應該要換一批呢 整批是密的換 另外一件事 你要不要關注一下自己的洗衣機 洗衣機的濾網 有沒有定期找人清洗 因為洗衣機經常洗內褲 所以就要留 因為其實那個過濾網 即我所說的濾網 其實很多人不知道原來是很骯髒的 是什麼菌都會有 都不知道怎樣換 所以你要定時定後的濾格 是要清洗的 即你要用特別的藥水清洗 還有你如果真的有些污垢 即存在那裡 其實應該要找人幫你更換 甚至乎可能是消毒的 所以這部份 我自己覺得是應該要去看看 你剛才說 多數他出現在陰道 但也有機會出現在小便 那是不是可能那個人 譬如身體檢查 驗小便時驗到有 是的 有些人士我們過去都看到有 為什麼他又不是有什麼尿管 不是插著尿管 但為什麼尿液樣本 整天都會有真菌 或者念珠菌 有一件事我們都要留意 如果這些樣本經常都有 我們要想一下 究竟病者本身有沒有那麼容易 系統有沒有什麼缺陷 譬如他的抵抗力有沒有什麼出了問題 另外就是他會不會是一個早期的糖尿病 因為糖尿病其實都是我們都要關注的 或者是免疫力有缺陷的人士 就是我們在說 譬如你在吃淚固醇 在吃抗排斥藥物 甚至乎可能你會不會有後天免疫力缺乏症 就是在說愛滋病 這些其實都是我們要警惕的 就是在尿液上 譬如你經常都發覺你自己的尿液 原本有真菌 當然如果我剛才說的那些個案 或者那些病 他未必只是在尿液 可能他會發覺在他的口腔 譬如舌頭 可能他都會看到 這麼白的 好像有一陣子 黏在舌頭上 黏在舌頭上 所以這件事其實我們都要留意 如果能查到的話 就要問一下醫生意見 應該怎樣做 去到一方面可能要吃藥 另外就是日常生活習慣上 怎樣處理 如果吃藥容易治療得好呢 其實吃藥 如果你有恆心去吃 很多時候都應該可以 就是要吃很久 因為通常我們說 如果你真的要處理一個真菌的感染 可能是幾個星期 甚至乎是一至三個月 視乎你受影響的範圍有多大 有多複雜 有多嚴重 然後去決定你吃多久 當然因為吃那些藥 很多時候我們都要反覆抽驗肝功能 然後去作出藥物的劑量調教 現在就說引球菌 這個好像再少聽到一些 為什麼我們要留意呢 其實引球菌在我們醫生的臨床上 其實也不是很陌生的 只不過可能大家普通市民未必察覺得到 其實這種引球菌 其實在我們的環境當中是存在的 是不是引者的引 沒錯 引者的引 足球的球菌 其實引球菌 無論是免疫力有缺陷的 或者正常免疫力的 都有機會感染 是的 以往我們一向認識這個引球菌 通常是一些免疫力有缺陷的人士 比如愛知病患者 或者他本身有做過器官移植 用抗排積藥物或者類固醇 但是慢慢慢慢 我發覺原來都不僅僅是在 剛才我說過幾類人士 一些健健康康的人士 後來都發覺都有機會感染 都是有機會感染到引球菌 引球菌其實很多時候會在 在我們大自然界環境當中出現 我舉個例子 很多時候有機會在一些 說的是一些甲類 白甲 白甲也好 或者非白甲的甲類 有些甲是灰色的 是灰色的 那它的糞便樣本當中 有機會有這些引球菌 但是那些甲又沒有事 是呀 所以變成我們人類才擔心 所以變成如果你住的環境 或者你工作上有機會 經常接觸到白甲 或者其糞便的話 那你就要很小心 但有一些區有很多白甲 那不是接觸到它糞便的機會都高的 是呀 所以譬如我們在說一些新界區 我們在說一些公園 我們現在有很多公園 很多人喜歡去餵白甲 所以變成你就會吸引到 一群白甲或者甲 在某些地方經常出現 越多甲類去那些地方 其實它留下的糞便 有機會是傳播途徑這些引球菌 另外就是香港其實有很多油加利鼠 這些油加利鼠 又是很喜歡吸引到這些甲類 在棲息的地方 它棲息在那裡 變成自自然而 它會留下了一些糞便 糞便當中有這些引球菌 我為什麼要特別提到這件事呢 就是因為 它如果這些引球菌 它對大自然界 會很容易影響到當中的人 還有這些引球菌 它無論對一些氣溫 或者對於熱力 它是不會那麼容易消失的 不會因為環境的溫度 或者濕度而消失的 再者就說 它會隨著一些空氣 或者氣流 是在空氣中飄浮的 萬一如果你是在一些多八甲的地方 走過 走過 或者停留 等巴士 等小巴 或者居住 跑步 在公園 或者工作 你又吸入了這些引球菌 很容易進入肺部 進入肺部之後 你又未必會馬上不舒服 但是問題就是 這些引球菌 它就有機會 形成了一些感染在你的肺部 那常見的表達方式 在肺部 就是可能在肺片 可能會看到一個陰影 就貌似可能是一個癌症 就是好像一個肺癌的標準 有時候可能它另一個表達方式 可能是肺炎 或者是肺積水 也挺嚴重的 對 所以 其實它可以這樣感染 另外一個地方 這些引球菌很喜歡襲擊 就是去我們的中樞神經 因為原來這種引球菌 它很喜歡襲擊我們的中樞神經 透過我們的神經史 去到我們的中樞神經 當然通常就是 通常吸入了我們的肺部之後 然後可能有機會去到我們的血液裡 或者可能去到我們的神經系統 所以是有機會讓我們出現一些老莫炎的跡象 剛才我說的 無論是健康人士也好 或者免疫力有缺陷的人士也好 都可以感染得到 但我剛才特別強調一點 就是如果進入我們的中樞神經 很多時候都是一些免疫力有缺陷的人士 如果不是就很害怕 每個經過的區域都有機會吸入 如果這麼多人吸入 應該很多人會有這種病 但又不是 有時候可能已經吸入了 但問題一直沒有發出 沒有病發出來 但是你知道 人們慢慢慢慢就開始多病痛 年紀大的時候 開始多醫療病痛 多醫療病痛 抵抗力又差一點 有機會接下來就這樣發出來 也不奇怪 例如肺部 當然你可能有呼吸病症 可能有胸痛的現象 或者你可能會有咳嗽的現象 如果你進入中樞神經 可能你會有頭痛 或者經常有機會有嘔吐 或暈的現象 也不奇怪 所以如果有機會感染到隱求菌症 影響也很深遠 你會不會也有醫療過這些病人 有啊 通常以往我早期是一些 比如說愛知病患者 抵抗力弱的人士 抵抗力弱的人士 例如一些我們說有器官移植 用抗排斥藥物的人士 很多時候他們感染後 也有肺部感染 以及中樞神經的腦膜炎感染 這些通常都要花一些時間去醫療 最初頭兩個星期 可能是一些針劑抗爭菌治療 接下來就是很漫長的 要服飾一些口服的抗爭菌 慢慢慢慢之後 發覺原來健健康康的人士 都可以感染到這種隱求菌 或者我換句話說 或者沒有明顯免疫力有缺陷的人士 筆日而堂都遇過幾個不少的個案 所以我想大家要很留意 譬如你真的發覺你要等巴士的話 而你那一陣子發覺 經常會有很多白鴨出現 最好是戴上口罩 對呀 戴上口罩就不會經過鼻子吸進去 所以大家都要特別留意 因為這個病很多時候都會很慢性 而且手尾都很長 你要治療的時候都要治療很久 可能半年至一年 很長時間 我手上有幾個病人都醫治到差不多一年多 才可以 講到這個真菌傳染病 其實手和腳都有機會出現一些症 而且好像是很難斷尾的 我問問曾祺欣醫生 其實症是什麼呢 如果有個人說他那個地方生症 那你看上去和有個人說我這裡濕疹 好像看上去都差不多 其實是有什麼不同的 對呀 譬如你在皮膚表面上看 好像都有點類似 很多時候我們說生症是好像圓圈 類似的 周邊是比較紅 中間可能未必這麼紅 偶爾我們也可能會看到一些濕疹 都很類似 但是病癥上就很難分得到 因為大家都可能很癢 而且都可以出水泊 但用藥方面是很不同的 用藥方面是如果濕疹的話 你就可以用一些雷固醇 不太強性的雷固醇 但問題是如果你真的生鮮 而用雷固醇的話 有機會令你生鮮的位置可能會惡化 如果生鮮是用什麼 其實我們應該要用抗爭菌的藥膏去幫助 所以醫生一定要分辨那塊位置先做什麼 通常你要問症的時候 第一問他有多久 第二件事就是這個情況 一向都離完又好 好遠又來 還是一直都沒有跟著過 沒有好過 第三可能我們都要問他的病歷 譬如你本身有沒有很容易對一些食物、藥物敏感 或者你本身會不會很容易有一些 譬如我們說鼻敏感的情況出現 因為很多時候我們濕疹 都有一些關聯的跟其他病 譬如鼻敏感 對食物、藥物都很容易有很多敏感 如果你看到這些情況出現在同一個病人身上 或者你覺得這個病人感染濕疹的機會是比較大 譬如生鮮的話 我們很多時候會在一些地方特別要留意 譬如他會不會在Focal Code、格拉底、腋下、手肘的摺位的地方 這些其實都是一些常見的生鮮的地方 當然我剛才說了 濕疹也可以 但是我們通常要看看他本身的模樣 即是那個診 看出來的樣子 是怎樣的 等等 問回他什麼時候發現 還有他家人本身 有沒有人同樣地有生鮮的情況 譬如我們說香港腳、香港手等等 香港腳都是一種鮮的 沒錯 所以我們這些問政方面 其實我們都要理解 不可不提的就是 要了解當事人的生活習慣 譬如他經常會去健身 經常會有機會共用一些毛巾 公家的毛巾 洗澡設施 洗澡設施的時候 他又不穿鞋 又不穿拖鞋 就在更衣室走來走去 你自然就會想到 他其實是不是已經在一些公共場合 已經感染了一些 即是別人的細菌傳染給他 因為其實一些真群的生鮮 其實都是透過你共用一些物件 或者你在一些公家的地方的環境當中 你是感染過來 所以變成這個是有跡可尋的 你可以透過你的問政方面 抽絲莫解釋問 但如果剛才你說腳的閃 即是香港腳、香港手等 這些就是常聽到一些 而且都好像是很難醫好的 又會翻法 這樣 是啊 沒錯 很多時候 譬如我們說腳部的閃 腳底的閃 或者我們手部的閃 其實我們都要很認真處理 不只是單憑下藥、給藥膏等等 其實要整個生活習慣 以及周邊他用的物件 物品 都要進行大清洗 即是要近一點大清洗 對 第二件事 就是他的生活習慣上要改變 譬如他做健身 經常穿著拖鞋到處走 就要帶隊拖鞋去 要帶隊拖鞋去 或者他在家裡也是 即是不會穿拖鞋 就這樣赤腳走 其實這些生活習慣的小事 其實都要將他糾正過來 當然另一件事 就是要問他 譬如他洗澡 洗完澡之後 他通常是怎樣的 會不會是抹乾淨了 然後才穿襪等等 通常我們都會建議 那些人不要太濕 然後就穿襪 即是抹得不乾 又穿襪 在健身上真的會發生 因為有時候趕著走 所以這些小事 瑣碎事 其實都要執政 因為大家都知道 鞋或真菌類別的致病原 其實又濕又黏又暖 是很喜歡給他滋生 如果能夠去改變這些生活上的習慣 可能是避免到你感染 或者是盡快斷尾 有時候茶藥膏未必可以 那時候可能都要透過 吃一些抗爭菌藥幫忙 很多時候我們吃完抗爭菌藥 不要打算吃一個星期就可以了 可能有機會要吃幾個星期 甚至乎一兩個月 或者兩三個月才可以處理得到 原來都這麼久 要視乎你的病情有多嚴重 牽涉的範圍有多多 以及之前你用過什麼藥 會不會對某些抗爭菌藥 已經有抗弱性 我們臨床上都要一平去考慮 所以如果遇到有些病人 說這裏經常翻法 可能真的努力去醫好他一次 試一下長一點時間看著 不要覺得好一點 又不吃藥 或者不再繼續去看他 然後又長期翻法 自己可能有時候會塗一些 剩下的藥膏 很多人都會覺得長期都有 這個就未必能夠斷尾了 所以其實我想大家都要很留意 例如我最近也有一些辦公室女 其實她手部也有一些閃 所以我自己除了處方一些藥膏 其實我都會建議她要留意自己的鍵盤 電腦的鍵盤 譬如她的桌面 以及她拿的電話 即桌面的電話 即直線電話 你那時候也要擦 有時候不要靠公司的遮掩幫你擦 有時候可能自己桌面的東西 可能都要上心一點 就要自己再去擦乾淨 然後才可以用 因為如果妳說OL 即首部都染到閃 那真是糟了 究竟在哪裏染回來 真是不知道 有時候你染了閃 譬如她最初染了閃 因為可以有很多表徵 有些可能只是癢 紅了一疊 接下來就是 開始發覺她有脫皮的現象 經常在那個位置脫皮 紅了一疊不斷脫皮 有些可能會出很小的小水泡 有些久而久之 各側層會增生肥厚 那裏就硬了 所以其實可以有很多表徵 另外最擔心的一件事 我自己覺得就是龜裂 龜裂的意思就是 硬了龜裂 硬了之後就爆開裂了 那裂了有些什麼問題發生呢 裂了的話 即是說你的皮膚有破損 你繼而就很容易有細菌進去那個位置 很多時候手部就少一些 不過腳部就很多時候 在譬如腳板底 腳趾縫的地方 就很容易有這些情況發生 發生了之後 就會繼而有繼發性細菌感染 繼發性細菌感染 如果出現的話 就可能會有風窩性皮炎 繼而如果真的嚴重的話 可以譬如細菌跟著你的淋巴腺 是繼續走的 那就是淋巴腺炎 所以有時候我們看到 無魚無骨的 那些人的腳會發了炎 風窩性皮炎都這麼腫 它的淋巴腺又紅又腫 去到大腿這裡 很短時間之內 這些其實很多時候 它都有一個源頭的問題 可能是一個真菌的源頭問題 是沒有徹底解決的 所以徹底解決是很重要的 希望大家今集吸收到知識 如果有這些問題的時候 早點去處理 今天又講到這裡 謝謝曾醫生 自在人生大學堂